大家好,我是阿南 通过昨天我们学习的回踩买入法上节 今天收到了很多粉丝朋友的私信 说这一个方法的确是可靠性比较高 风险又比较小的一种选顾方法 其实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方法是可以专门切中股票的 可心买点的一个方法 也是游资常用的一种回踩确认法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用几分钟的时间 将回踩买入法的下节分享给大家 好吧,还是老规矩,新来的朋友点个关注 方便查看往期更多高端的超股计较 老朋友们还是点赞加转发支持一波 那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干货分享 我们先花一分钟回顾一下上一节的内容 这是我们回踩买入法的第一种方式的可心点 对吧,回踩确认找的买点的可心点 第一个回踩确认找买点的可心 就是股价的高点要比前一次的高点更高 好,我们看这一个图 也就是C点要比前面A点的高点更高 那第二个点就是回踩的低点 一定要比前面一次的低点要更高一点 也就是说这两个低点 它前一次回踩的低点 要比后面这一个低点要高一点 那么它说明它整体的一个走势是什么 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对吧,上升通道的一个走势 所以这两个点是非常的关键 那第三个调整阶段持续的缩量 那缩量的调整我们都知道是比较健康的调整 对吧,那这一个我就不多讲 第四个就是量价其升是买点 那这一块我们要拆分开来 第一个也就是说回踩到前期的关键支撑位置后 对吧,在这一个位置止跌 第二天,那么它这里就是一个买点 第二天这里,那么这里我们需要结合前面的成交量 前面的成交量必须是一个什么调整的时候 是一个持续的缩量的状态 对吧,那第二个就是爆量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量价其升是买点 对吧,那么这里开始爆量的时候 对吧,那么这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那第五个回踩支撑不破是买点 那么回踩支撑,回踩的是哪一个支撑 就是这个A点,高点 我们画过去一条肯线的这个支撑 哪里回踩的 从C点这个位置开始往下回踩 对吧,回踩没有跌破这一个A点的支撑线的时候 那么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买点 扣市大概率会走一个上涨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里有个细节就是说下方的成交量 我们也需要配合来看 对吧,那么这一波回调的时候 这里是持续的缩量 放出地量了 那么拉伸的时候是放量的 对吧,所以大家注意 不知道的话去看一看昨天的上期视频 对吧,因为也是比较简单 记住几个要素就OK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讲第二种了 那我们还是以这个案例我们来出发 因为这个位置是我们看 这里是回踩确认的 撑住了 对吧,他到这一个位置 他撑住了 那么有没有可能他继续往下跌呢 对吧,这种形态有吗 肯定是有的 那主力继续往下洗盘呢 也是有可能的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思考了 那主力他洗盘的目的 就是打压骨架 对不对 为未来的拉伸呢 去做好一个准备 那他肯定呢也不可能无限制的去打压 对吧,一直往下打 一直打 那这个时候呢 他也赚不到钱 所以呢 他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止跌的啊 那我们寻找的呢 就是这第二个关键的支撑位 很多股民呢 也会称为第二支撑 对吧 第一个支撑跌破了 对吧 那就找第二个支撑啊 对吧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第二个支撑啊 怎么来找呢 他的逻辑关系又是什么 那我们看这一个图 那其实跟第一张图呢 是一样的啊 只是呢 我多画了两根黄色的这个色线 对吧 那最后这两根黄色色线一画出来之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 整个图形就变成了什么呀 一个震荡上行 对吧 形成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通道形态啊 通道的一个形态 那上面的这个黄线是什么呀 上轨啊 下面的这个黄线呢 那就是下轨 上轨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阻力啊 反弹的一个阻力 那下轨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啊 回踩的关键支撑位啊 明白吧 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种方法 它的买点是什么呀 在这一个位置 对吧 回踩到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买点 那现在这种方法呢 是我们以通道为基础啊 回踩到这个位置 作为我们的买点 好 那这一块呢 我们搞明白了 它主要的核心呢 是以通道为主要的原理啊 因为趋势一旦形成啊 一般情况下呢 是可能被改变的 明白吧 所以我们寻找的呢 就是这一个买点 这一个位置呢 我们结合一个实际案例 我们去看一看 好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一个案例啊 这一只股票 它的走势呢 就非常的明显了 大家也能绘画了 对吧 AB AB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那这样的一个走势呢 我们发现 首先它这一个点呢 是比前面的这个点呢 是要高的 对吧 虽然高的不是很明显啊 但它一定是要高的 那这一个位置行吗 不行 对吧 因为太低了啊 这个十字星的一个位置 没有比前面A点高啊 那C点的这个位置呢 是比A点啊 是要高的 那整个的走势是什么呀 走的是一个上升的一个通道啊 一个趋势 大家发现没有 走的是一个上升通道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时候 它回踩的这个位置啊 就并不是A点这个高点 它回踩的位置到这个位置 对吧 而是到了哪呢 就是这一个上升通道的这个下轨支撑啊 这个位置 所以OK 那我们的第二个买点呢 就是在这一个区域啊 那第一个买点 这个位置能不能买呢 激进的可以买一买啊 但是第一波起来之后呢 回踩啊 可能它的一个周期啊 就很长 明白意思吧 就是回踩洗盘 它的周期有可能会非常的长 可能会扛不住 但是如果你参与的话 对吧 跌破了这个趋势线啊 也是你的止损位 那第二个 我们真正找到的确定性呢 它是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呀 因为它经历了上涨 回踩确认 然后再上涨 预阻回落啊 回踩到这个位置 才真正的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形成了一个通道的一个形态 那大家说在这一个位置 对吧啊 后面我们看不到 对吧 后面我们不看 那这个位置 它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通道吗 它形成了一个通道吗 其实啥也看不出来 对不对啊 你只有到这一个位置的时候 你才能看出来 它是一个通道的一个形态 明白这一个逻辑关系吧 那这一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相对安全的寻找我们进场的这个确定性的机会啊 OK 那这是主要的一个逻辑关系啊 捋清楚了啊 啊 好 我们重新来画一下这一个曲线啊 这一个通道 好吧 OK 那很多人就说啊 老师 哎 这一只股票 它回落到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能买了呀 啊 没那么简单啊 还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结合什么呀 需要结合最基本的成交量啊 我们得来看 那成交量整个来讲的话 哎 这一波回调 对吧 啊 我们来看一下 哎 这一波回调 它是缩量的 对吧 那前边的这波回调呢 它这也是小幅的 在缩量 对吧 也是小幅萎缩的啊 那在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呢 我们看 它的成交量呢 是温和放大的 对吧 啊 那这几天呢 也是啊 明显的一个放大 只有这两天 它是调整的 对吧 上面这两天 那我们看下方的成交量呢 它这里呢 也是较前面几日呢 是缩量的状态 对吧 那我们可以啊 把它放到呢 这个位置 哎 那回调下来 第一个 我们就确定了回踩的啊 回踩到通道线的 这一个支撑 对吧 那这么 这一个呢 是第一个点啊 那第二个点 我们需要确认的是什么 它有没有爆量 知道吧 它有没有爆量啊 那我们看一下 对应这一天啊 这个阴线跌下来的这一天呢 它有没有爆量啊 没有明显的放量 对吧 那这根阳线的这一天呢 我们对应上去 哎 也没有 对吧 这里是缩量的阳线 那到后面的这一天 我们再对应上去 看一下这一根阳线的时候 我们看明显放出了 前期成交量的 这一个增量状态 对吧 那OK 那这一天呢 前面这一天不明显 对吧 那后面第二天的时候呢 是不是明显的放量呢 对吧 后面呢 就走出来了 一波这个行情 哎 上涨的行情 对吧 那这个空间的话 如果说从第二根这个K线啊 我们参与的话呢 能有30%多啊 那30%多 那第一个这个阳线 我们参与的话呢 大概有这个40%多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利润空间啊 那我们可以打到上面的这一个啊 压力位 阻力位的时候 对吧 在这个位置 我们呢 就可以减仓 明白吧 如果说他在这里突破了啊 那怎么办呢 突破了 等一波回踩上轨的时候 对吧 他还会回踩上轨 回踩的时候 那这一个时候呢 又是一个买点啊 那如果跌破了啊 在这里跌破了这个上轨的话 那就将前面的全部止盈 或者啊 在这一个位置啊 在这里你止盈出来 对吧 然后他站稳在这个上轨之上了 对吧 那么你买进去了 那你就要在这一个跌破的时候止损 明白吧 那在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在这参与 对吧 在这里参与啊 或者说是在这一个K线也好 参与也好 对吧 反正这里两三根K线啊 那他一旦在这里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 他这样往上走啊 而是呢 他这个时候跌破了 对吧 跌破这一个通道线了啊 下轨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什么呀 减仓一笔啊 卖一笔 为什么呀 因为有的时候啊 会出现假的这个突破啊 有的时候呢 他会在这里呢 形成一个假的跌破啊 为什么我刚刚说是减仓一笔呢 卖一笔呢 对吧 我们为什么要多看一天呢 多看一天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确认他跌破的这个有效性 如果是假跌破呢 那么就是洗盘 对吧 还是啊 我们可以判断他是真正的要走弱 还是呢 是在洗盘 对不对 所以多拿一天 那在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发现 对吧 他跌破之后啊 还要往下走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剩下的一半三位呢 也卖掉啊 但整个的你的这个主动性呢 他是在你手手上的 对吧 而且股票他做起来呢 是有逻辑在的 明白吧 那今天跟大家去讲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 也就是呢 回踩确认 对吧 但第一种方法呢 他是以A点为核心点的啊 他回踩不跌破 对吧 再加上配合一个成交量 对吧 这个方法呢 我们去参与 对不对 然后这几个要素呢 就是核心点 大家可以呢 去截个图啊 去看一看 那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呢 以通道理认为一个基础 对吧 去寻找这个买点啊 然后去参与 对吧 但是我们找的呢 不是这一个B点 我们寻找的呢 是这一个位置 对吧 是C点以后回调了的 这个位置 因为这一个位置啊 它是一个什么原因呢 它在这个位置 它的确定性更强了 对吧 因为我们炒果要找安全性 明白吧 不是去赌啊 那去赌的话 咱们就是赌博了 对吧 那就没必要 好 那这个搞明白之后呢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啊 大家要去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那就是要配合下方的这个成交量啊 我们去看啊 它回调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要回调的 对吧 成交量也是要萎缩的 其实这两者配合起来呢 就是整个行情的一个变化啊 和我们参与的啊 这个契机啊 第三个最重要的 不是一套方法呢 它就能够适应所有的股票啊 所有的板块 对吧 所有的行情和环境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灵活的运用 像这种通道呢 它有的时候啊 也会有很多种的这个变形 对吧 那回彩呢 也是一样的 成交量啊 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需要结合什么呀 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 对吧 当下市场资金的一个热点啊 它进攻的一个方向啊 对吧 我们去寻找符合我们刚才讲的啊 这一套方法啊 它的一个要求的一些股票 那这样呢 你的这个成功率啊 才会更高 明白意思吧 我经常会跟大家去讲的一句话 就是什么呀 所有的方法 我们都需要活学活用 对吧 同样的方法 它不同的人去用呢 它的结果啊 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多去琢磨 对吧 包括这一套方法呢 也是可以去结合 之前我讲的什么 筹码理论啊 对吧 筹码的单方密集 对吧 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的 我们可以结合到一起 揉在一起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啊 那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 那么在现在行情啊 操作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 对吧 我也用这一个方法 选择了一些上升通道的一些股票 来做高抛低息啊 我会分享在炒股笔记里面 可以到笔记里面去查阅看一看 行 那今天的内容啊 就讲这么多了 每点关注的点点关注 方便查看更多实用炒股技巧啊 老朋友呢 可以点点赞 点点收藏 对吧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